这只母老虎出轨了,因为和现任配偶一直无法怀上幼崽,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离开自己的领地,去优惠了另一头熊虎,我们无法用人类的道德去评判这种做法的正确性,为了延续血脉,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,并准备好承担可怕的后果,母虎名叫桑达利,他还有个更出名的身份,老虎女王马其利之女,四年前,他向母亲发出挑战,成功将对方和自己的两个姐妹驱逐出领地,但这位新任女王的统治并非完美, 他一直没能生育幼崽,当年被他驱逐的妹妹克里希娜,如今已经生下了一窝幼虎,他独自抚养三个孩子,教导他们认识这个世界,孩子的父亲,是这位强壮的熊虎,因为两只眼都有星状标记,被称为星星男,他不仅是克里希娜的配偶,也是桑达利的亲密伴侣,熊虎可以随意进出两头母虎的领地,他会轮流光顾两边,确保自己儿孙满堂,但桑达利可不会安于现状,继承了母亲强势性格的他,决定做出改变,他离开了自己的� 顶地,向着齐驱的山地前进,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,因为很可能遭到其他老虎的攻击,这里是另一头熊虎萨林的地盘,他是一头五百斤重的猛兽,众所周知,一山不能容二虎,除非一公和一母,好在桑达利是来重惊求子的,萨林闻到了他的气味,准备来一场浪漫的邂逅,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,甚至没有太多花式追求的过程,他们目标一致,于是直奔主题,桑达利背叛了星星男,这可能会要了他的命,但为了延续后代,他不得不这样, 此时的星星男,还被蒙在鼓里,正在一片青绿色中,享受难得的午后时光,桑达利已经偷情回家,他们照常生活,一切就像往常那样,只是桑达利会不时离开领地,去优惠自己的真命天子,这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,不过,有秘密的不止他一个,桑达利的新欢萨林,居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妈。